是南瓜吗 日本首相是呢 你美国干嘛叫烦旗啊 啊是南瓜 日本是美国最好的盟友 特朗普讲的更恶意 特朗普讲的更恶意 是美国最忠诚的友人 我听的话以后 人家话友人两个是很能狗 安贝不就是美国最忠诚的狗吗 最听话的狗吗 好的你安贝死掉了 美国现在紧张了 还吃了一大块这个吗 还吃不吃了 因为你根本都不吃 你还吃不吃了 你再给他弄点 还还吃不吃 你还吃甜了 是不是有限 再加上 吃南瓜吃红薯 这个猫 他弄的碎碎 在亚太地区 美日韩之间 美日韩之间 吃不吃了 安贝 他们结盟 最主要对付的是谁呢 那就是咱们中国啊 而除了美日韩的结盟 我们再来看看 那中国怎么应付这个局面 中国当然要把俄罗斯结合了 这一大块都吃了 还有办法对付美日韩的结果吗 因为一代美日韩的结果吗 因为一代美日韩的结果 碎碎的 你还不能碎碎的 你还不能碎碎的 你家的猫 到韩饭 到台湾 这股纤维 吃点也没换成 美国要去围堵中国的 一个重要的 肥纤维 你根本都不吃 你才不吃 别 Alicia 嗯 嗯 唉,吃不吃 你就吃了不少呢 má 我回来了 pardon 而泡沫经济之后 日本的元气一直没有恢复 如果没有中国经济 行了行不吃了 您吃不少了 日本的经济就趴地引起了 所以今天 你日本真的敢跟中国 吃过脸吗 冒花你吃不吃 估计你也败吃 安倍也不敢跟中国 撕破脸了 安倍只敢采取小不快者 青瓜温醉 一步一步的在 一步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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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都不看都走 好不好还是你吃什么 还想吃 哎 是南瓜 非常攻击的说 我很尊敬你 我很同行安倍 那我告诉你 日本人心里把你笑死了 现在国内有很多的 耗称中立的 耗称敌性的 专家学者 安倍一死了 就开始做 吃猫粮吧 开始哀悼安倍之死 开始的 对安倍 吃猫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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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